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的土地改革一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话题 然而 面对经济下行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 中国政府似乎仍会保持谨慎 农村土地的封闭市场被认为阻碍了资源的最佳利用 并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那么 北京是否会在这次会议上采取新的措施呢?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六度解析 我是你的主持人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来自南华早报的文章 这篇文章由著上海记者Mandy Soar撰写 标题是 随着中国农村土地改革 呼声日益高涨 北京会采取温和的方式吗? 文章详细分析了 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 农村土地改革的可能性以及相关背景 首先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背景 1978年 在中国东部安徽省的小港村 18位农民秘密签署了一份协议 将集体所有的土地分给各家各户 超额生产部分归农民自己所有 这一举动打破了集体农庄制度 开启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序幕 然而 尽管市场改革在其他领域 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 农村土地改革却在过去40年内一直停滞不前 农村土地仍然是中国经济中唯一 尚未完全自由化的生产要素 接下来 文章指出 尽管中国各地进行了广泛的农村土地改革实验 但专家们对于即将召开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 会出现重大改革措施持怀疑态度 与城市土地不同 农村土地主要由村集体所有 不能自由交易 尽管许多人呼吁开放农村土地市场 但面对经济下行 地缘政治不稳定和需求疲软的局面 政府可能会更加谨慎 来自北京人民大学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学院的 郑凤天教授表示 我们一方面承诺要让资源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 另一方面又在土地制度改革问题上保持谨慎 最终导致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随着中国的快速城市化 大片农业土地和农村住宅被闲置 而中国政府希望通过振兴农村 来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同富裕目标 然而 由于特殊的产权结构 农村土地资源无法充分发挥其潜力 根据2019年农业农村部的一项抽样调查 约有18%的农村住宅被闲置 而一些地方政府在过去几年中也强调了这一问题的紧迫性 例如2022年河南省商丘市的一份报告显示 在其辖区内的一个县这一比例超过了23% 与此同时 中国的抛荒土地率从2011年的9.8%上升到2021年的12.35% 尽管近年来通过土地复肯运动 这一趋势有所遏制 但封闭的农村市场被认为阻碍了资源的更好利用 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尽管过去几十年有所改善 但去年城市家庭的年可支配收入仍是农村家庭的2.4倍 为了振兴农村必须吸引人才 而要吸引人才就必须提供长期发展的机会 郑林仪表示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已经打开了城市的大门 她建议我们现在应该考虑打开农村的大门 例如允许为农村发展 做出贡献的城市居民成为集体成员 或者通过市场交易获得居住权 然而 时机是一个关键因素 当前中国正面临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压力 现在可能是允许城市居民购买农村房产的最糟糕时机 与此同时 一些地方政府以承诺放宽规定 鼓励农民和农民工消化库存 例如 四川省南江县政府最近宣布 当地农民可以用村里的房子作为抵押贷款 购买城镇房产 这种做法旨在刺激房地产销售 理论上 中国农民不仅被禁止买卖土地 也不能将其用作贷款抵押 这限制了他们筹集资金的机会 尽管有这些小规模的调整 但中国农业大学的朱启臻教授认为 这些措施不足以推动基本改革 他指出 关键是农民是否有需求在城市定居 他们需要工作 孩子们需要上学的机会 如果有需求 鼓励他们放弃农村财产才有意义 但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 2023年 中国有超过2.97亿农民工 比前一年略增0.6% 但截至去年年底 只有43%的人生活在城市 郑凤天指出 中国面临的复杂国内外环境 是北京坚持就办法的另一个原因 允许农村财产交易自由化 可能意味着 失去数百万农民工的避风港 面对高地缘政治风险 政策会变得更加保守 因为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安全 是首要考虑因素 因此 北京更愿意继续进行 以持续十多年的小规模试验 自2015年以来 中国在33个县 进行了涉及三类农村土地的改革 农用地 宅基地和工艺建设用地 尽管每年北京都会在年度的 一号文件中重复改革 将谨慎推进 但城市和农村土地 分配相关的试点项目 如2008年 在重庆市引入的土地券制度 尚未在其他地区推广 前重庆市长黄其帆设计的 土地券制度 允许持有者将土地租赁用于开发墓地 这些券可以在开发商和投资者之间 交易或出售 从而在城市房地产市场 和城市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 尽管重庆的试点项目 取得了显著成果 但它迄今为止 尚未在其他地区复制 重庆市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部门 在一篇文章中提到 过去十年 重庆快速城市化 征用了超过200万亩土地 但其耕地面积 却从3400万亩 增加到了3500万亩 总之 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前景 在当前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下 显得尤为复杂 不论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 还是为了应对 经济下行 和地缘政治不稳定 土地改革问题 都需要更为谨慎的考虑 在即将召开的 第三次全体会议上 我们或许不会看到 重大改革措施 但小规模的试验 和地方政府的创新 可能会继续进行 感谢您收看本期六度解析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 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 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 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